我輸就輸了 但是我又很幸運 有這次的機會 那還可以遠些什麼呢 如果真心被觀眾覺得 是一件血淋淋真心的事 是不會輸的 蘇華偉這個故事 其實是源自導演想拍的 因為導演很喜歡這個故事 他到處去找投資 找了很多年 然後他剛好這個故事 就落了真是在故事手上 故事就經常都跟我聊 有什麼故事可以值得拍的 他銷了幾個故事之後 我覺得這個故事是很值得拍的 於是我就跟導演說 什麼都最重要 開到這部電影 就是要找到一個男主角 我們就經過很多試鏡 海鮮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一個 是我們心目中想找的 我們堅持就說 這個其實是改編自真人真時的 即是未必需要一個大明星去演的 反而不敢中真實 導演有一天跟我說 他是你看看這個演員 阿炳 他好像蘇華偉 我說儘管叫他來試鏡 他就試了三次鏡 即是不太確定是否是他 導演對很好 他就找了一個朋友 有一晚拍了一條類似釘模的東西 就是我飾演蘇華偉的跑步 以及飾演蘇華偉的接受一個訪問 我就覺得很神似 神似到不可以拒絕他 即是機緣巧合 其實我們住得很近 我們住同一條村 由小到大 接了這個角色之後 我就約他出來 可能大家一起跑步 聊聊天啊 還有我們喜歡玩同一隻足球的遊戲 我們會打一下機 聯絡一下感情 我又在日常生活中觀察一下 究竟他日常的對答 或者舉止是怎樣 就是偷下屍 從小到大 我小時候是游泳 我大過是打籃球 我從來沒有接觸田徑項目 所以這對我來說 已經是一個挑戰了 田徑本身 所以就是 用了半年時間 就是work on這三樣東西 跑步 形體 聲音 三樣東西 當你做好所有功課 就可以進入角色的內心 就是找一下 看看這對母子那段情是怎樣 首先我都挺擔心的 因為舞台劇演員和電影 不是小小分別 是很大分別 我舞台劇是一定要 拋出去 讓最後面的狂觀眾 都要看到你所有的情緒 肢體預言 但電影不同 電影的大幕很大 稍為你做小小都很遠 我最初擔心的問題 看到阿炳和他演的時候 我沒有這種感覺 難得好對手 其實阿炳做了很多功課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很多功課 Sou Ma是一個 當然他的人生都挺艱苦 但是Sou Ma有一種堅韌 而且他挺樂觀的 而且他很爽直 我也是一個媽媽 但是他比一般媽媽的日常 辛苦可能一萬倍 就是Sou Ma生了小朋友之後 發現原來是殘障 他覺得他已經人生夠堅坑了 為什麼還有一個這麼大的打擊給他 那他怎麼捱過去呢 我都問Sou Ma你怎麼捱 他說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捱 現在回想起來 但是他捱一捱 我又捱到 然後我演繹的時候 我不是模仿Sou Ma的神情 我是用了他的人生的經歷 去演這個角色 很重要 很大啟發 很有感觸 我經常跟我的女兒說 人生每個人都會有遺憾 人生的條路就好像起跑線 跑四百米 你中間一定好像蘇華為 不知為何落後了 然後又追得上去 這個就是人生 我經常都覺得人生最好玩就是這樣 有起有跌 有安樂 又要預備 即將又不安 特別在疫情下 我有很多同學或同行 其實沒有了很多演出機會 可能他就要轉行 我輸就輸了 但是我又很幸運 有這次這個機會 那還可以遠一點什麼呢 那也要靠自己拍攝 是 還有我是很有天分的一個演員 是吧 是吧 我也是真心覺得 你要拍一些你自己想拍的東西 觀眾就會感覺到那件事是真情還是假意 我的角色經常要流眼淚 導演都很擔心的 有時情緒未必拍戲的現場很緊張 未必真的哭到 他就叫我滴眼淚入水 我說 不行的 如果滴眼淚入水 就不夠氣 劇本不夠好 演員不夠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心 讓觀眾覺得是一件真 血淋淋真心的事 是不會輸的 不過真的他們 就比我們那個年代辛苦一些 相對來說機會少了 不過不要緊 你的努力大家看到 下一次找你做一個更英俊的生活 我也覺得在這裡 解除 人家製人家製人家製人家於說 原則不夠太好 聖人家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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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族